有真心话 所以的话我只能就是我亲自去 看一下小果 到底 应该没事 可能就被大漂亮就是虐待在家里面 应该就是 谢谢点赞 进来的点点赞好不好 是个好姑娘 对小果是个好姑娘 她能吃苦 贤惠 然后勤劳 哎呀这心态好了 这小姑娘 是不是 点点赞 直播间的歌 要不要给大片呢 先打个电话 直播间的歌 但是打电话 你看打电话 他是那种疯疯癫癫的那种 他不会跟你说正常的话 不打对不对 嗯不打行 好好好 嗯对对对 惯着对不对 惯着大片呢 不惯 我今天带了司机啊 我直接一会儿 那个 什么 一会儿啊 那个大 那个大片量啊 他要是疯疯癫癫的搞的话 你单不单身 你单不单身来着 谈对象没有 没有 没谈对象 对不对 对呀 那我一会儿介绍一个对象给你啊 他 他有个姐姐 特别 但我不能这样焊我驾驶员呀 对不对 直播间的歌吉 对不对 这大片量的话 这个大片量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嫁给谁 就祸害谁的那种 你说能这样祸害我这个这个这个司机吗 对不对 不要害他对不对 那个那个小猫 嗯 你是不是个渣男 不是啊 一看 你一看你就是个渣男 你扎一下大片量好不好 这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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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只有你知道可不可以呀 我 哎 你你那个 嗯 只能让那个司机是个好人 司机确实挺挺老实的 挺老实的 挺老实的 嗯 想点点赞 点点赞 呃 呃 呃 但小果是最好的对不对 你笑的好恐怖对不对 我笑声有点那个开朗 因为我的话比较喜欢周星驰嘛 对我是很喜欢周星驰的 然后笑声就有点 就是 啊 就假笑的话笑不出来 啊 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对不对 呃 看一下嘛 看一下嘛 嗯 点点赞 我继续点点赞 嗯 小果呢对不对 我现在呢就是去往去那个小果的那个小果家的那个路上 因为我跟大片子打电话 我说大片子就是小果去哪儿了 他不跟我回话 他的话就是疯疯癫癫癫的也不跟我说真心 这这那话 但是我非常的担心 我担心的是小果就是会不会被他欺负呀 在家里面之类的那种 所以小果的手机不是被他砸坏了吗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我还是我亲自去看一下才行 啊 亲自去看一下他行 才行 哎 这大片子真的 你心爱的女孩小果你把你没保护好他对不对 哎 知不见的哥姐姐们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该怎么样保护 小果呢 把大片子拿起来就是打一顿 还是 还是怎么的 接走对不对 接走 接走是可以啊 接走是可以的 包括我公司还有很多岗位呀都是可以就是去那里上班 嗯 把小果带走 找个渣男把大片子带走对不对 带去上班对不对 带去上班是可以的 小果 那不前就是昨天前天那个视频里面不是说了吗 我说小果要不就跟着我 对去我那里上班 他拒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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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拒绝了但是 因为我的话就是 因为他一这么一拒绝的话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觉得我也没必要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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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强烈的就是 因为我的话就是 呃 跟别人的话就是 都是自愿的好一些 都是自愿他说他自愿要走的话我是我是肯定要带他走 但是他没有同意所以的话也不好带走 他太弱了对不对 跟他表明态度对不对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话在这山上就是就小果他们家后山 啊搞了点那个小工程 那个工程的话都验收的差不多了 验收差不多的话 我的话也没时间就是在这山上跑来跑去了 所以我也得就是回到市里面去 但是回到市里面去的话就是 小果的话他一个人在山上 哎不敢想象这个后果呀 这个 这万一这大片量真的这么一搞的话 把他妹妹给 强制型的就是介绍出去 介绍到什么村者家的儿子的话呢 那不就 你家里有老婆吗对不对 我家里有老婆的话我还天天往山上跑啊 我还天天跟小果给小果送这个送那个呀 家里面有老婆的话送这些送那些的话那肯定是被家里面的老婆打的都不行了吧对不对 对不对 钱太多了 什么钱多也 你家里面有老婆你钱再多你也不可能就你也不能去这样跟其他就是姑娘送这送那吧对不对 是吧 家里面是没老婆 家里面是没老婆 嗯 之前我不知道 因为之前就是就是离过婚离过婚对 我是离过婚的男人 知不见了叔叔阿姨吗 对 离婚三年了对三年多了三年多了对 对 我是离过婚有孩子吗对不对 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是因为 嗯 没有孩子嘛没有孩子所以那个才离婚的对 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哪来的孩子 孩子多大了对不对 没有孩子 我是95年的我是95年的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吗 我是95年的 离婚没错对不对 但是 但是我觉得啊 我觉得我说句实话 知不见了哥哥姐姐吗 我说句实话因为小果的话你是比我小 我然后他也没结过婚 然后你说我一个离过婚的男人 跟小果 我去追小果的话 这个应该不合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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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那个胆我都没那个胆我都没那个胆 因为我是一个 不合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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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觉得我 因为小果是我的妹妹 我觉得 我可以给她 介绍 介绍好的男朋友 好的老公 不是男朋友 我可以给她介绍我身边的 身边就是 没有离过婚 然后也挺好 然后也有点钱 然后对老婆又好的男人 我应该给她介绍 因为我是离过婚的男人 所以我今天多少岁 我28岁只不见了哥姐姐吗 我28岁了 29岁了 属猪的 有小孩吗 我是没小孩 所以我的话就是 给她介绍身边的好朋友 但是我也舍不得她的嘛 你千年难遇 你这么漂亮 这么好看 这么温柔 这么贤贿 这么持家 所有的优点都在她身上 我怎么舍得 把她介绍给别人呢 那对不对 吃不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不对 我在这里 你 你比我还老 你第一个 什么你在这里 我不是说我在这里 你的话去大漂亮跟你合适 我舍得吗对不对 我开玩笑 我肯定舍不得了对不对 没关系的对不对 但是我非常的内疚 因为毕竟 毕竟小果的话也怎么说呢 毕竟小果的话 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的一个姑娘 非常淳朴的一个姑娘 所以你说让我 但是我的话是属于是肮脏型的知道吧 因为我 我离过婚 怎么会这么说呢 我是不是结过婚 然后离婚了嘛 那我是离过婚的男人对不对 那人家小果是没有结婚过 甚至对象都没谈过 你说我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去这样 追他追到手了 那不是 那我 配不上 不是我 不是小果配不上我的意思 是我根本就配不上小果 知道吧 是这个意思 等等啊 我现在现在现在那个 大胆就去对不对 离过婚又不犯法 离婚又怎么了 对不对 大胆去追 你们是支持我的 对不对 那我就真干了 那我就不把他当做妹妹 当做未婚妻 谁欺负他 我弄死他 我就当这样方式干了 那欺负谁都不能欺负我的女人了 对不对 不管你是谁 他姐还是他爸还是他哥 他弟的 对不对 来你电话给我 我那个电话 我那个手机 我先给大漂亮甩个电话过去 给他搞点危险 因为现在还没到他家 我直接免贴 喂 大漂亮 小果现在在家没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 小果现在在家没有 你给我打电话一来不来 就问他什么意思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你睡觉没有 怎么了 你小果现在在家没有 不知道不要问我 你不是想我了才给我打电话呢 为什么一打电话过来就开始说 小果小果的真的是烦不烦你 你信不信我现在冲到你家 直接给你光光 两个飞腿 两个飞腿 我才不信 你在哪里吗 我现在差不多要到你家门口了 怎么可能 不不我骗你的 骗你的 小果在家没有 不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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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想到你家门口了 那你是不是想要到你家门口了 你不是想要到你家门口了吗 我现在就想要到你家门口了